好,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现在正式开始这节课的内容了 我们这节课继续来学习变量的一些深入的相关的知识 好,那么在python中 这个变量名有一些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规范 比如说我可以尝试的这样来试一下 如果我们现在把一个数字2 复制给这个变量EA 大家觉得可以吗 我们可以看一下 不可以 系统提示了我们一个错误,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python里面是有这样一个规定的 变量名的首字符不能是这样的一个数字 好,这个是第一个规则 那么这个变量是不是不能够包含这个数字 并不是 我们来看一下python它对这个变量的一些要求 一个变量命名 你只能使用字母 然后呢是数字 然后呢还有什么呢 下滑线 这三个东西 那么这三种类型的符号呢 你呢可以任意的组合 但是呢有一点是要记住的 首字母呢不能是这样的一个数字 这些呢都是错的 但是呢我们要用A2来表示 就没有问题 除了首字母不能是数字之外 它呢可以是字母 也可以是下滑线 字母呢我们这里已经举例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下滑线 下滑线2可以吗 没有问题 当然呢除了下滑线之外 你呢是不可以加入其他的符号 比如说呢 A型号可以吗 这显然是不行的 我们说了啊 这个特殊的符号呢 只能是小滑线 包括这个downer符啊 这呢都是不行的啊 好 然后我们再说第二个规则 系统的一些 就是python这个语言系统里面的一些 保留的关键字 是不能够用的变量名里的 这个原则呢大家也要记住 好 关于这个规则呢也很好理解 因为python系统呢它的权限很高 它要用的名字呢就没有你的份了 你是不能用的 对于这些系统所使用的关键字呢 它呢有一个专有的名字叫做保留关键字 这个概念呢大家要了解 好 我们呢可以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呢这个and and它呢就不能够用作普通的变量名 比如说呢我们想把一个e复制给这个and 可以吗 不行啊 它会报错 再比如说啊这个eve 可以吗 不行 还有这样一个import可以吗 也不行 这些呢 and eve 还有import 都是这样的一个保留关键字 好 那么这个系统的保留关键字具体有哪些呢 我们现在呢是一个网络的时代 大家呢只需要在这个搜索引擎里面输入 Python保留关键词 有很多很多具体的资料可以供大家参考 这个不能使用系统的保留关键字 这个很好连接 对不对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一个问题 比如说这个type 我们之前呢是用这个type呢 来判断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数值的基本类型 对不对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type可以用作这个变量名吗 好 我们给它复制3 然后我们看一下没有报错 对不对 这个证明呢 这个type它不是系统的保留关键字 我们可以print type一下 3 可以是可以啊 但是呢 我并不建议大家把这个type 用作我们的变量名 至于为什么呢 大家呢下去之后呢 可以开动自己的脑筋 思考一下 我们的这个IDLE啊 它其实呢已经提醒了大家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里的这个颜色啊 and if import 它们是橙色的对不对 然后呢这个type print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呢 它呢是紫色的 我们其实呢 可以对比一下我们一个常规变量A啊 大家可以看到常规的变量呢 它是黑色的 它没有被特别的标注出来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系统呢其实也是在提示我们 您所使用的这样的一个单词呢 是一个系统的保留关键字 我们下节课呢会给大家证明 虽然你可以使用type作为变量名 但是呢它极易引起错误 好最后关于变量名呢 我们要说明一下 Python 它的这样的一个变量名呢 是区分大小写 比如说呢 你呢 现在呢 小写A是等于1啊 然后呢 你在这里打输入A的话呢 它是可以正确识别出这个A变量的值是1的啊 但是呢 你打大写 它会报错 因为呢 我们没有给这个大写的变量A负值 我们只给小写的A负值 所以说呢 一定要注意 Python的变量名是区分大小写的 大写的iPhone和小写的iPhone 这两个变量呢 不是同一个变量 关于这个变量大小写的问题 也是我们这个编程初学者 极易犯的一个错误 很多时候呢 你找了半天 这个程序到底错在哪里啊 偶然间呢 就会发现啊 其实呢 仅仅是因为这个大小写没有区分开啊 好 那么这里呢 关于变量 我要特别说明的是 在Python里面 变量本身呢 是没有这样一个类型的 你呢 既可以啊 把一个字符串呢 复制给一个变量 你呢 也可以把一个整形 复制给一个变量 甚至呢 你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圆组 还有我们所定义的这样的一个集合 通通的呢 都可以复制给变量 再一次强调 Python里面的这个变量呢 是没有这个类型限制的啊 好 有些同学呢 可能没有其他语言的一些基础的话呢 你会觉得这个呢 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呢 我们有些同学呢 可能有这样的一个Zava啊 或者是CShop啊 这样的一些语言的编程经验的话呢 就会对这一点呢 会理解的比较深刻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 在其他的很多语言里 每一个变量呢 是有这样的一个类型 比如说呢 我如果认为啊 这样的一个变量 A呢 它是整形的话 就不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字符串 复制给这样的一个数字整形 这个呢 在其他语言里面呢 就是错的 但是呢 在Python里面啊 它没有前面的这样的一个 类型的限制 所以说呢 Python呢 被称住这样的一个动态 很多其他的语言里面呢 它们呢 在定义一个变量的时候呢 首先都需要先指明 这样的一个变量的类型 比如说呢 定义一个变量啊 规定这个变量是Flow 这样的类型 那么呢 这个变量的类型就确定了 你是不可以把其他类型的 付出给这个变量了 好 那么啊 我们说Python是一个动态语言呢 可以表现在很多方面 但是呢 我认为啊 这个变量的类型啊 不固定呢 是Python 它动态的一个最大的特性 动态语言 好 下面呢 我们要往深处 讲一下这样的一个变量 我们呢 先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现在呢 把这样的一个数值 印射整形的1 复制给我们的变量A 好 接着呢 我呢 还可以这么做 可以把这个变量A 再复制给变量B 这个呢 就是变量的一个用法 我们之前说过了 你把1复制给A了之后啊 A呢 它就可以全全的表示这样一个数字1了 所以说呢 这样做呢 是合理的 你现在呢 又把这个变量A呢 再复制给变量B 好 这个时候呢 我呢 再把A修改一下 修改成3 好 那么经过以上的三行代码之后 我们来猜一下啊 我此时print 打印这样的一个变量B 大家觉得结果应该是多少 B应该是1还是3呢 答案应该是B呢 还是等于1的啊 它不会随着A的变化而变化啊 好 然后我们再看另外的一种情况 假如说我现在这个A啊 它不是简单的这样一个层次 它呢 是一个列表啊 我说呢 1234 好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再定义一个变量B 然后呢 把A复制给B 好 接着呢 我们呢 现在呢 这样来写一下 A0等于极数上1 好 有没有同学会对这样的一种写法 A 然后呢 括号0 会感觉比较困惑呢 其实呢 这种写法就等价有这种写法 这样的一个写法呢 我们之前呢 经常会写到 对不对 我们说过了 A呢 它呢 是12345这个列表的名字 所以说呢 这样写呢 也是没有问题的 好 那么这段代码的意思是什么呢 这段代码的意思 大家想一想 这个等号是数字 对不对 我现在呢 把列表A里面的第一个元素的值呢 复制成了这样的一个字符串 它不再是这样的一个数字翼了 这段代码写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pun这个 这个A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列表A里面的第一个元素 被修改成了字符串 好 当然呢 问题并不在于这里了 问题我们要关注的是 B现在的这个值是什么 大家呢 要对比上面的这一段示例 上面的这段示例里面呢 我们把A的这样的一个值呢 改变了之后 B并没有改变 B还是1啊 但是呢 我们现在呢 Print B看一下 好 我们发现了什么 我们发现了 B呢 不再是原始的这样的一个数字 意义 2345了 它的第一个元素的值呢 被改变了 也变成了这样一个字符串 好 大家呢 一定要对比的看一下 上面这样的一种情况 B没有改变 依然是原来的 但是呢 下面的呢 这个B呢 改变了 随着A的变化而改变 以上的两种不同的情况呢 涉及到我们编程里面啊 甚至呢 不是在Python里面 所独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这个概念呢 我们下一次再来讲 大家好好呢 还是呢 体会一下这两种不同的情况 好 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呢 就分享到这里 下集课再见